林岳阳与张婷夫妻俩因公司涉嫌传销 无法再在内地捞金 前途名声皆毁 只得灰溜溜夹着尾巴撤出内地市场 转战东南亚地区 继续自己的传销之路 这对夫妻喊着一毛钱不想赚 帮助大家创业致富的口号 对粉丝进行疯狂洗脑 一样的套路 一样的情感牌 林岳阳和张婷在一起前 有一个结发八年的妻子 就是女明星曾哲珍 曾哲珍颜值并不比张婷低 有大家闺秀的气质 能被穷瑶看重的女演员 一定都美得有过人之处 曾哲珍曾在电视剧 《婉军》里饰演婉军的好朋友蓝轩 当时林岳阳也不似如今的游女 有台湾地区第一小生的名气与颜值 两人邂逅于一场聚会 郎才女貌和其般配 婚后 曾哲珍为林岳阳生下了一对儿女 并退出娱乐圈 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林岳阳则整天面对着娱乐圈的灯红酒绿 时常闹出绯闻 但曾哲珍都忍了 直到1998年 林岳阳与张婷同游北京被拍到 照片曝光后到处都在骂张婷是蜘蛛精 勾引男人 然后就有了张婷开记者会澄清 哭晕在现场的那场戏 那时张婷在媒体面前哭到上气不接下气 问 为什么要欺负我 我只想好好工作 你们看不到我这么努力吗 但是在努力工作 也不能抵消破坏别人家庭的过错 反观曾哲珍一直没有出面回应 默默地与林岳阳离了婚 离婚后林岳阳和张婷光明正大在一起 两人称对彼此是一见钟情 林岳阳更是直接把张婷宠成了公主 连上厕所都要抱着张婷去 曾哲珍曾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文认证张婷是小三 尽管林岳阳亲自出面为张婷解释 两人的风评也没有因此恢复 张婷嫁给林岳阳后 因为身体原因多年不曾孕有子嗣 因此他便开始了试管婴儿之路 前后一共做了九次 吃了很多苦 终于在林岳阳52岁时 夫妻俩凑齐了一个好字 之前 林岳阳和张婷在内地的生意越做越大 两人在社交平台上发的动态也相当活跃 时常发布全家在一起的照片 一家四口的合照中 两个孩子长相都很一般 不如张婷与林岳阳年轻时那般漂亮帅气 两人的女儿更是被网友吐槽又黑又丑 当时小女孩怒怼道 我又不是靠脸吃饭 还获得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现在想来 她确实不需要靠脸吃饭 从小含着金汤吃出声 睡在父母为她编织的金丝摇篮里 成长的每一个脚印也透露着奢华 从小没经历过大风大浪 更不懂什么叫苦难 比起林岳阳与前妻曾哲真的一双儿女 她已经足够幸运 曾哲真与林岳阳离婚后 就独自承担起了抚养一对儿女的重任 曾哲真的一双儿女非常懂事 他们不依靠妈妈 自力更生 活得十分精彩 曾哲真的女儿临近 长相随了妈妈 高颜值 长发飘飘 气质十分出众 长大后成了一名空姐 还时常与妈妈一起逛街 聚会 母女俩看着十分亲热 儿子林岳也有曾哲真的影子 她五官俊朗 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十足的鲜肉 凭借不俗的长相成功进入娱乐圈发展 曾参加过快乐男生以团之名等节目 林岳自己开办的健身房达600平米 曾哲真与林岳阳离婚后 有段时间状态很不好 做生意做得债务满身 一度活不下去 幸好被女儿林静及时发现 才救下了寻短见的母亲曾哲真 曾哲真的一对儿女与张婷的女儿相比 颜值更完胜 完全继承了曾哲真的基因 童年生活虽然比较苦 家庭不够齐全 但两人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性格 长大后自己打拼 在适合自己的道路上活出了精彩 一点不比张婷的孩子差